陪你竹风飞翔的三人修罗场,真是把人给看懵了,猜中了开头没有猜中结尾,萧青果然从中作梗,一如既往展现高端绿茶的技术,说话掐头去尾,只挑会让人误会地说。 在邵北生告白乌龙之后,他立马跟萧青解释清楚,但跟沈争一说时,就好像没有长嘴,说话都没有挑重点,好不容易带到沈争一把误会说出来,但却遇到了萧青,上演三人修罗场。 当时,邵北生还天真以为萧青会帮他解释清楚,结果是承认了告白乌龙,但萧青也说清自己的心意,顺便搞破坏。 萧青自己干坏事,倒先委屈上了,质问邵北生说没有做到答应他的事情,可以不喜欢他,但是不能不尊重他,这话说的好像邵北生早就知道了他的喜欢,并且答应了他什么暧昧的事情一样。 再者说了邵北生顾及萧青的面子,答应给两天时间让他处理,可他又是怎么处理的呢? 还有萧青骗了沈争一,还搞出了一副被沈争一背叛的样子,说自己问了沈争一很多次是否喜欢邵北生。 沈争一自己说只是把邵北生当做普通朋友,怎么不说自己是怎么问的问题呢? 萧青一个两面人,让邵北生给他两天时间处理,他的处理方式就是在沈争一面前承认了,邵北生是对他告白,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话逼沈争一和邵北生保持距离,不就是想劝退沈争一,坐实自己和邵北生的关系吗? 另外,萧青真的看不出沈争一喜欢邵北生吗? 明明就知道,不然为什么一再地在沈争一面前表演,不就是想利用姐妹之情让沈争一主动退出? 沈争一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普通朋友,是因为邵北生的暧昧不清,是姐妹,萧青步步紧逼,这让沈争一怎么承认? 在不确定对方心意的情况下,好姐妹问你喜不喜欢自己的暗恋对象或者告白对象,这要怎么回答? 这让沈争一怎么回答? 而且,萧青一在暗示邵北生只是把沈争一当朋友,所以萧青先委屈上了不懂,邵北生接着委屈,之后还傲娇上了就更不懂了 首先是邵北生自己作死,喜欢沈争一不直接说搞得花里胡哨才出现的告白乌龙 其次关于普通朋友,邵北生自己多少次和曲直说,自己绝对不可能喜欢上沈争一,只是把沈争一当朋友 所以他为什么不能理解下沈争一? 沈争一和邵北生的CP很甜,但这段剧情着实看得人有点猛 邵北生一时的生气可以理解,可之后沈争一回头找他,他还端上了架子就很难理解了 一说是曲直的锅,他不也是觉得沈争一有错,所以听曲直的话 在这个三人修罗场,错得最少的是沈争一 他一没有撒谎骗人,二没有告白错人,怎么到最后反而像是他错得最多,反而要卑微 在得知邵北生和萧青告白时,沈争一有多难过 在宿舍还要被萧青暗示离我男朋友远一点 在难过也要笑着,说是普通朋友会保持距离 回家一个人默默哭 在邵北生乌龙告白之后,邵北生没有立马解释 还拖到沈争一删微信 沈争一哭过多少回 结果到最后反而是沈争一低头去哄邵北生 微微求邵北生原谅 向邵北生告白 邵北生还说自己要考虑一下 虽然他的考虑只有一秒 但真心不太能理解 这或许大概就是爱情 爱情它没有道理 令人卑微